我们的生词打算 打算 我们已经学过了想的意思 想也有打算的意思 如果你想去北京玩 想下个月去 想要坐飞机去 还有想和妈妈一起去 那么你可以说 我打算去北京玩 我打算下个月去泰国玩 你打算下个月做什么 他是外国人 他想学汉语 他找谁咨询 我们学一个新单词 咨询 你看一看咨询 是一个动词 这是咨询的意思 跟我读 咨询 咨询 好 你看一看这里 我有事情需要咨询一下 这里呢 你有什么要咨询 他咨询医生 你看一看卡罗林 他找谁咨询中文课程 他找顾问咨询中文课程 他是顾问 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顾问 顾问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你问他一些问题 他告诉你 你要买什么 他告诉你 在哪里买 怎么买 然后收取你一定的费用 这是顾问的意思 顾问 跟我读 顾问 顾问 买车的时候 你可以找顾问咨询 买房的时候 你也可以找顾问咨询